喝了这一杯野奶 忘了那个野仔 不公开就不公开 下一个更乖 都多大的人了 还要过儿童节 三年之后又三年 怎么会有人像我一样不要脸 言归正传 为了庆祝儿童节 我们今天的主角就是 旺仔牛奶 当然了 我们要玩点成年人的 所以今天呢 会跟大家分享三款 我自己非常喜欢 很好喝 也是非常容易在家做的 成人版旺仔牛奶特条 希望大家都能喝了这杯成人奶 忘了那个渣男仔 什么东西 欢迎大家在这边一键三连 第一款野鸽对旺仔 看来就是这么正量级的东西 这两个混在一起呢 叫做野奶炸弹 非常非常的简单 倒上两次野鸽 三倍左右的旺仔牛奶 哇这个味道 野鸽的味道 哇太爽了 就也不知道为什么 你喝了一口还想 再喝一口 旺仔牛奶奶甜奶甜 人畜无害 非常有欺骗性的外表下面 隐藏着野鸽 那个非常冲的 咳嗽糖浆的味道 然后还有药草 还有酒的烈味 其实比单独喝野鸽 好喝很多啊 但是它会让你有一种 很痛感 你被一种奶甜奶甜的东西 伤到了的感觉 小奶狗咬人事件 所以这杯野奶炸弹 好喝程度 三颗星 上头程度 四颗星 推荐指数 问号问号问号 真的要看你平时酒量好不好 以及你平时接不接受得了野鸽的味道 我平时是觉得野鸽还行的 你妈我就不知道了 好接下来第二杯 绝对旺仔咖啡 俗话说的好 旺仔咖啡喝 走一个旺一个 永远还有下一个 其实便利店的简易喝法 就是直接这样插进去 它不够大 这个圈 这真的插不进去 网书上那些人都是怎么插进去 经过我的一番努力 其实在便利店里 就确实可以实现这种 福特加插进去 非常好看的效果的 只是为了拍照吗 这都流光了 福特加这个非常清澈的口感 加到这种奶甜奶甜东西里面 永远是好喝的 永远不会错 这是一个公式 但是我觉得这样味道有点简单 所以我自己还会再搞一杯冰咖啡 然后把有福特加 有旺仔的这一杯加进去 好好喝 它比一般的奶咖 多了一些旺仔的那种 特别奶特别甜的味道 又有福特加那种 上头的那种清澈的凛列感 甜一点的话 就多加一点旺仔 这个比例都是可以自己调控的 然后这个真的 很好喝 总体好喝程度呢 我可以给它打4.5分 上头程度呢 我给个3分 甜度9度都可以自己调 调不到4.5分呢 就是人的问题 第三杯 旺仔狼母奶昔 它是真的很甜 但是心里没你 只是想给每个男孩子幸福而已 这杯需要的材料呢 狼母酒 但如果家里有白狼母 其实也可以用白狼母 但是我自己非常喜欢这个瓶 是委内瑞拉的成年狼母 然后就是甜甜的 我自己直音也会喝 不是广告不是广告 牛奶 这边买的是这种纸盒装的旺仔牛奶 把它放到冰箱里面去冻4-5个小时 它会冻成冰沙状 这个就是我们想要的状态 拿出一个搅拌杯 放入半块旺仔冰糕 加入30毫升的牛奶 60毫升的狼母酒 放到搅拌机里去搅拌 把冰沙再倒出来 点缀上几颗大家都最爱的卖力素 这样一杯旺仔狼母冰沙就完成了 哇这杯我真的太喜欢了 当旺仔被打成冰沙 每一层泡沫里面都是浓浓的奶香甜香 好像偏偏有带上了一点狼母酒的那种醇香 它里面酒感不浓 但是是有存在感的 就是你会感觉到有酒 但是同时你会感觉到两者融合的非常的曼妙 麦麗素在你嘴里酥脆的口感 加上巧克力的香甜 怎么会不配呢 太好喝了这个 好喝只是五分 上头只是五分 因为你会不停的喝 OK那今天的旺仔成人特调就到这边 不知道大家在一二三当中最重藏哪一杯呢 欢迎拿弹幕上告诉我 如果大家之后还有什么就是比较喜欢的饮料 想让我做成成人版的话 评论里告诉我 最后呢还是祝大家六爻童节快乐 虽然都是成年人了 但是希望大家永远保持一颗童心 能够发现生活中的趣味 永远有好奇心 永远有 永远有热情 不要喝的太伤痛 干杯 拜拜